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实在空气流通 变了很多人觉得坐在那里还可以 其实最近天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春天来 慢慢越来越热 有些回栏焗焗的感觉 有一天我发现那天真的挺焗 我立即开冷气 这个位置开冷气关窗 客人说你干什么 因为我怕你们热 不要啊 你们千记之 他说不要啊 你们不要关窗 我怕我们不流通 对了 他们终于有风生风吹 当然我们基本的清洁消毒 你一定要有 否则客人都害怕了 我们发现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厕所千万不要洗 有些是这么骯髒 那些人一开 哇 这么骯髒 立即不进去 我就没事了 但其实是开玩笑 也会每天清洁 不 当然当然要每天清洁 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之前可能会两个小时清洁一次 这个因为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终于小时负责的 两个小时一次 但现在真的不行了 每个小时我们都要清洁 还有比如说你开门那些位置 那些把手的位置 你要多抹一些 还有人客人吃完东西 你去抹桌 因为以前我们的毛巾 就这样用清水螺 扭干去抹桌 现在不是你一定要加些消毒药水 有些清洁剂在里面 那就变了大家安心一点 演艺工作因为疫情 而停顿下来的王逸 就说多了时间 和14岁的儿子相处和沟通 同时也埋手创作新歌 希望可以进化有新作送给粉丝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 都有少少那个黑仔 那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本身 其实我已经 其实我的出道已经是 30年前的出道 但是我出道了几年之后 我就没有再唱歌 我做了另一样东西 直到在两三年前 再次有机会给我唱歌 又给大家记回我 其实在这两三年里面 我自己是默默耕耘了 是不停播种 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东西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 都差不多是我修成的时候 应该 2018年的10月 其实当时做过秀 都挺开心 因为那次也做得挺好 反应、口碑等各样东西 都不错的 其实之后已经很多人都问 你什么时候坐开 我们一定要来看 很想看 那我很多谢他们 当然 我自己也有很多 就是会令到人 很多想法 很想 原来真的 都可以 原来自己都没有做这件事 这么久 原来都还可以披抗这件事 然后呢 自己密罗紧固 其实都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么巧 其实本来我在今年的 四月左右 本来之前 订阅了 会开 show 但是这么巧 就是因为 疫情 你都知道了 陈奕迅 阿华仔 全部都取消了 何况我是逆仔 更加不用开了 对不对 所以都没办法了 我相信要 真的要等疫情要过了 然后再想 慢慢来 我不等了 都等了这么久了 不错了 我很期待黄奕哥哥 继续有新歌 继续有开show的消息 真的 真的 而且也希望你的店铺 生意兴隆 谢谢 谢谢 谢谢